雅芳亭 一个所有香港人都以熟能长的品牌 源自香港1973年 一直为香港以至大中华地区的用家 提供高质素的藏上用品 也利用创意和现代科技 不断提升人类睡眠质素 厌治集团在深圳、惠州和山东 都设有大型印验和车缝厂房 在深圳南山区 更加有一间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的 雅芳亭旗艦店 展示集团旗下所有品牌产品 雅芳亭一直带领家房潮流 先后发明多用皮 垂枝錦囊 连芯皮 鸳鸯皮 专业枕系统 摩登斯 和飞天多宝等多项专利产品 因此被誉为藏品证据发明专家 雅芳亭的分店不单止分布在全港各大百货公司 而且伸延中国、澳门以至东南亚、欧美等国家 雅芳亭的创立和发展是一个典型白手兴家的故事 创办人许章荣泳 捧着他灵活的生意头脑 加倍的勤奋和诚信 终于在偶然的机会下 开展了创业之路 张忌枕头床育公司 就是杂静的前身 当时国货公司所买的床上用品 款式首购简单 而外国进口的床品 不单止价格高 而且尺寸不符合香港的家庭 当时的许章荣 就在捉紧市场空隙 引入外国的花式设计 它最适合香港家庭的床上用品 还一时起国货形象 改名为雅芳亭 从此建立香港第一床品品牌 我做了一年多之后 公司试过一次火警 我觉得很害怕 不知会怎样 但老板说了一些话 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说我都是游舞到游 不得怕我日后再来过 这句话到现在 我还记得很清楚 做下又一样做下又一样 我觉得挺开心 于是一直做 很快就30年了 从山寨厂发展 到今天的雅芳亭集团 并不容易 但许章荣坚信 只要坚持品质 不断创新 发展以人为本的产品 雅芳亭的未来发展 将会迈向世界 刚刚见到国内开放了 我们香港也找不到人 就去试试 当然很多辛酸东西 如果经营直接欲博 是不够他们斗的 因为国内他们正式财粗 他们的关系也好 我们现在靠领先 就是一些新的科技 创新 无论在设计或物料上 这些是我们领前它的优势 踏入二十一世纪 公司投资超过五亿 分别在山东和惠州建立厂房 位于山东省制宁市的 山东欧化家房 占跌超过33万3千平方米 凭专业的管理团队 先进的节肥 和多种专利技术 使得山东欧化 成为全国最具规模 最具国际水平的家房生产商之一 更加成为全国唯一 印验家房免料研发基地 惠州雅方亭家房 占地7万6千平方米 是藏占和心理生产基地 以及服务大中华市场的物流中心 创新是品牌发展的不老凝药 如果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 品牌就没有生命力 所以雅方亭对于创新研发 一直不为余力 更加可能是拥有最多专利 和版权的家房企业 其实很多领域 都有改正的空间 离不开生活的细致 我这张手上的 我们叫做飞天多寶 其实原来就是 酒店的皮太厚 我自己带一张薄皮去 现在我们将一张薄皮 就切开两边 每边卷成一个这样的原状 其实是可以随时在飞机 浪一下颈 或者浪一下腰 甚至到一边浪颈 一边抱在身上 而去到酒店 你可以将它拼回一张薄皮 最多人售落的产品是多溶皮 但是又很奇怪 没有什么人知道是我发明的 因为它没有专利登记 如果你说用心机最大 最有意义的 就是Dr.Pillow的专业枕 那个其实是很高科技的 是帮助人在颈椎护理各方面 和睡得更加好 是起到很大作用 它不是空谈 不是用一个赚钱营商的方式 它取主于社会 用主于社会 去发展它床上的智能用品的理念 就是这份对创新的态度 热爱思考的性格 令到他张榮博士 在敦煌旅游看到佛祖的垂肢 而启发出枕头博士的概念 我佛側睡的时候 他就用我的手托着这个側面 让我发现原来側睡是枕头要高一点 在这个原理的驱动下 我们就发掘多些数据 结果就走出一个专业枕 那个现在我们叫Dr.Pillow 除了功能上的创新 在物料上 雅芳亭亦都带领着潮流 摩登斯系列的原材料 ProModel 不单止在生产过程当中零污染 而且不论强硬度 幼小度 含水量 和透气度 都比真师更胜一筹 堪称摩登斯 他是由奥地利兰晶公司 最新研发的一种纯树木纤维 百分百源自奥地利 雅芳亭是第一间 帐摩登斯应用在家房面料上 因此成为兰晶公司 大中华区家房行业的 唯一合作伙伴 除了藏品 雅芳亭更加将这种优质原材料 应用在毛巾 毛毡 水衣等产品当中 要数最为人熟悉 已有最为用家推崇的 雅芳亭专理设计 链芯球一定榜上有名 链芯皮的皮芯 设有链芯孔 皮袋就有链芯球 只要放好位置一刻 皮芯就会固定好 让用家整晚都睡得好 链芯球有助用家更换和增减皮芯 雅芳亭更终于应用在 女儿红分兴系列上 除了有传统龙凤情长的意思之外 还因为连心扣 送上共下年里 永结连心的祝福 全球暖化 能源短缺 气候反常等等 都是当今人类 已面对的环保议题 雅芳亭的环保理念 注重以人为本 我们会从生产 去到设计每个环节 考虑环保 无求令顾客 在享受舒适产品的同时 已经不知不觉中 加入环保的行列 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环保 譬如我们有Dine Stone的染料 我们是省水 省能源 省50%的 或者我们现在的摩登丝 其实它在印链里 省很多 因为它不用施光 飞天多保 或者我们叫超薄冷气皮 薄到你的冷气机 你会开到26度 它的材料又薄了 洗衣机又可以省点水 省点电 这些就是从设计上 去有到一些人 在不知不觉地 参加了环保大军的 在硬体方面 山东Alpha加坊公司发展的同时 已经按国家环保要求 将先进的环境保护措施和设备 结合同步进行 生产厂区内 自设有一座比美国家级的污水处理厂 污水回收率近七成 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和建造 都由相关的专业人员参与 得到国家环保局的高度评价 生产车间产生的污水经过调节池 水解酸化 臭氧脱色 超雷过滤 反滲透等过程处理之后 产出符合国家回用标准的水源 将会循环作用在车间生产工艺 大大减少水资源的消耗和污水排放 另外在生产过程中 工厂借力在节能降耗 相计投入了废水渔热回收系统 高温冷凝水的回收利用系统 冷却水的循环再利用系统 动力电网的抗鞋波及就地功率补偿系统 循环风机变频控制 窝炉烟度余热蒸气发生气 利用印染废水进行水膜除尘降低粉尘 和SO2排放量 通过以上措施 山东勾化率先在同叶中 实现高标准的节能效果 即使有不少保护环境的生产技术 原材料方面 雅芳亭集团也都一直追求一种 比棉花更优质的材料 在2011年 我们终于找到ProModel摩登斯 它是一种非常环保的树木纤维 以相同面积计算 它的产量比棉花高 混水量比种植棉花少 而且用于生产纤维的树木 并不需要占用农地 而影响粮食生产 反而树木只需要生产在边缘林地 又或者可持续发展的人工培植森林 对于环境影响极少 而且种植的时候 绝对不会使用化肥农药 又或者其他有潜在危害的化学剂 在生产过程中 也都将需要的化学品 例如养化安溶剂等大大减少 对人类、对土地、对地球 都是零污染 有着策略的环保特性 比美真知的油滑光泽 内外兼备的摩登斯系列 就是雅芳亭集团 一直追求的优秀产品 品质是品牌的血脈和传望关键 因此雅芳亭从不松懈 一直坚持层层监控 重重把关为顾客提供最优质的藏上用品 在2005年 我们在山东省制宁市 兴建一条龙大型印验基地 从积布、设计、印验、整理、车缝、检测和包装 全部一手包办 以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全部符合国家及国际标准 要求的严格 不单只深受行家赞赏、客户垂清 更加赢得全国唯一印验家坊面料研发基地的荣誉 实力无容置疑 看到公司从一个小厂 然后变成了现在 国内其实印验企业 都可以说好像是成为一个标杆一样的 觉得我在这个企业里面 觉得很有荣耀 其实如果说家坊 我们哪坊亭是第一间进入中国做 国内对于阔风的床单根本没有 印花这个风是没有 因而没有 不过现在做下来 亦都因为这间厂 带给我们很多维育 因为厂本身得到很高价价 亦都间接一帮其他 很多大牌子都有光顺 就是无形中提升了中国整个家坊 的水平 我们应该记得公路 山东欧化是雅芳亭集团发展 全国和国外市场的稳固基础 自投产以来 所生产的布料已超过5.6亿米 是地球的14个圈 欧化家坊不单只产能高 质量亦都绝对有所保证 更加对环境保护有所承担 因此得到不少品质认证 雅芳亭 一个温圆耳雅的名称 四十多年来 一直为提高用家睡眠质素而努力 我现在使命最大就是 做个靓枕头 做一个好的床褥 来配合人类的长寿 得到他真真正正享受到他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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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